接下來今天就現場關心昨天的世界盃 來看一看到底誰拿下冠軍 來這個關心最新的戰況 更多的新聞重點時間交給君榮 好 大家早安 全都現場時間 我們趕快來回顧一下昨天這一場 堪稱真的是史詩集的對決 高潮迭起 好 阿根廷雖然說一開始領先 但是呢 最後都被法國對戲劇性的斑評 比賽進入了延長賽之後 還是以3比3踢成平手 然後呢 進入了PK大戰 阿根廷是技高一籌 以4比2粉碎法國的衛冕之夢 梅西也終於是如願封王 這場比賽一開始就張力十足 法國球員先是在禁區犯規 梅西得到罰球機會 結果輕鬆入網掀持得點 後來阿根廷又以三次的長距離進攻 最後由阿利斯特一技妙傳製造空門 給迪馬西亞 讓他毫無懸念射門得分 上半場結束 阿根廷以2比0領先 下半場法國隊展開瘋狂大反攻 一直到79分鐘 穆巴佩得到12碼的罰球機會 為法國搬回一城 然後在2分鐘之後 居然沒開二度 在禁區左側起腳射門成功 瞬間幫法國隊搬平比數 讓在場關賽的法國總統 馬克宏忍不住機動叫好 比賽進入延長賽之後 阿根廷先是在禁區射門 被法國門將擋下 但是梅西在門前補射一腳 雖然被法國球員踢出 但是裁判認定一躍門線 因此有效 這使得阿根廷以3比2超前 但是在118分鐘 阿根廷因為犯規 讓穆巴佩又有罰球機會 他上門入網又把比數追平 雙方進入PK大戰 結果阿根廷計高一籌連續罰境 反觀法國隊則是被門將 拆中撲下兩球 最後阿根廷以4比2棄軸法國 徹底粉碎了法國衛冕冠軍的美夢 而梅西終於如夢以偿 得到生涯第一座世界盃冠軍 他忍不住數度親吻獎盃 梅西個人在本屆世界盃創下 在小組賽以及各階段的淘汰賽 都有進球的歷史上第一位球員 過去世界盃都空手而回的梅西 終於在最後一次世界盃 征戰中化下完美句點 記者綜合報導 好 昨天這場比賽看的真是蠻感動的 因為梅西終於是如願以偿 他領軍奪下世界盃冠軍之後 無疑成為阿根廷的新一代傳奇 而且呢 頒獎典禮結束之後 他馬上就衝進去球員的更衣室 當下呢 自己也超級開心的男演興奮 就在桌上跳起舞來 看一下當時畫面 好 梅西的這一次世界盃也是他的最後義務 也就是說呢 他已經是最後一次參加世足賽了 好 寫下了非常多項的紀錄 包括了 剛剛CN主播提到了說 梅西在世界盃從小組賽16強8強4強賽冠軍賽 都有進球的紀錄是史上第一人 跟巴西的傳奇球王比例是並列第五 而且單屆就踢進了七球 也以35歲又177天這樣的年紀 也可以說是這個足球的球員們 他們比較老一點的年紀 史上最老單屆世界盃進七球這樣的傳奇 同時世界盃的冠軍賽 他也以26場打破了賽史初賽的紀錄 並且上半場 下半場都是有進球的 生涯在世界盃共進了13球 一舉締造了多項的世界紀錄 好 不過我們來看到的這個是一個 蠻可愛的漏網畫面 這是梅西他在抱回了生涯的 第二座世界盃的金球獎 好 這個獎項其實代表的是 最有價值的球員 但是他領完獎之後 真的是忍不住偷親 這個他真的應該是非常想要很久的 所謂的大力神盃就擺在台上 他就這樣忍不住偷親 也展現出球王這樣子調皮的一面 好 你可以看到梅西他的 左手是捧著金球獎 然後右手是湧上大力神盃來獻穩 當然很多球迷都說 哇 真的是蠻可愛的 好 這一季的氏族賽 也是梅西他最後一次闖蕩世界盃 是他第五度踢球 他其實從還不滿19歲的年紀 就征戰了一直到現在35歲 告別這一戰真的是如夢以長 如願以長捧回了大力神盃 也讓他真的是沒有懸念 好 那麼球王呢 他如願地捧回他的大力神盃 當然他的家人也都在場 幫他來加油打氣 好 面上看到的這個是他的小孩 然後還有他的太太 安托內亞也是到場觀賽 更帶著小朋友們 一起來分享爸爸的喜願 頒獎典禮結束之後 這個梅西的老婆跟小孩 也是抱著大力神盃一起見證 梅西締造的這個歷史性的一刻 但是我們持續要來看到的是法國 當然很多球迷真的是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的消息 這樣子的戰況 雖然阿根廷的表現是相當亮眼的 4比2勝出取得了對史第三座的冠軍 也是相隔36年的這個冠軍 但是同時間法國他們真的很想要衛冕成功 可是美夢破碎 巴黎的球迷真的是難眼失望 激動落淚 我們很高興 因為法國已經失敗了 我們不想讓馬伯爺勝出 讓馬伯爺勝出一次 但好 這是生命 我們不可以了 這是生命 我非常抱歉 因為法國已經失敗了 但他們很差勁 法國也比法國也比法國更好 所以他們負責全球 雖然我非常抱歉 因為法國也比法國也比賽 很可憐 但法國也比法國也比法國更強 希望法國也比法國更強 在4年或2年 世俗的決賽的這個晚上 上萬迷的球迷們 他們是擠爆巴黎的街頭 在很著名的這個景點 鄉洩立社大道這邊來看球 但是最後得知 跟冠軍無緣真的非常的失望 不過就怕球迷他們情緒一來很激動 會進一步的引爆這個暴動 法國當局也是早早就做好準備 在國內已經派出了 1萬4千名的警力 其中在巴黎這邊 就出動了2750名的警力 以避免球迷在慶祝活動的時候失控 而知名的詳細的立社大道 旁邊的這些店家們 他們也緊閉門窗 預防的就是球迷在這個 比如說書球或者是贏球 慶祝的話或者是情緒失控的話 會有一些暴動這樣的狀況 不過我們來看到的這個世俗賽 也被形容說是世代對準 因為剛剛我們提到了梅西 他已經35歲了 對上這一位是法國的天才前鋒 姆巴佩 好姆巴佩只有23歲 兩個人相差12歲 可以說是相差一輪 實力都非常的精湛 可是呢 說到踢法是有所不同的 梅西呢 因為他的經驗老到 所以是以技巧取勝 但是姆巴佩勝在是他的年紀 他的年紀 是以爆發力還有速度取勝的 其實姆巴佩 昨天的表現也是非常亮眼 靠著帽子戲法一個人率隊 不斷頒平比數 最後在PK大賽輸給了阿根廷 但是呢他個人是以8個進球 幾下梅西奪得金薛獎 也創下了多項紀錄 但是呢當然還是很難過 真的笑不出來 因為沒有辦法如願的衛冕成功 帶領法國隊締造奇蹟 賽後呢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非常難過 用球衣呢捂著臉來哭泣 不過當時候也在現場觀賽的 這個法國總統馬克宏 特意上前來安慰他 好馬克宏呢他同時間也安慰球迷 更說是要以法國的國家隊為榮 更是展現氣度 恭喜阿根廷 而我們是在它有很多 嘴巴加體力 能以下重新的感覚 厲害 讓我們的球隊 我們是全部派人 想到了 會真正的 需要更金正的 而為我們全獲得 為我們某個份 因為我們非常之間 dun是出現 этих 得到的 我們贏得了 一場比賽 我們贏得了 我我記憶來 我就是要贏了 所以我們贏得了 所以我們贏得 和英國人 國人 他們有很多 想到最後的街頭 我們在喘後開始 屋家配方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殘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燦能力 還有德國氧氮糧淑取物 可以舒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了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白桃風味酸甜好喝